男子未爆血仇与仇人殊死搏斗 后不敌被打成重伤 就连手臂都被打废 内心不甘于此 用祖传霹雳拳谱 苦练自身功夫 将拳头锻炼得尖如磐石 独臂拳法刚猛无比 开砖碎石不在话下 一脚轻松踹翻大树 最终血刃仇人大仇得报 故事发生在民国初年 日本烂人危害中原 一时间哀怨四起民不聊生 极闲武馆管主平博 平博与武士约定比武射类 要日本人离开中国 比武当天 平博和武士捉对厮杀 平博不愧是老前辈 手中不过数招 便将武士打趴 只是心存善念 没对武士痛下杀手 随后就被武士起身偷袭 导致身负重伤 平博转身将武士杀死 来到医馆治愈 不料日本浪人早有埋伏 数人拿着武士刀围攻平博 平博只能让儿子铁娃逃跑 独自挡住庶民武士 平博身负重伤 手上功夫施展不开 最终不敌数十名武士 被残忍杀害 平博惨死后 武士想斩草除根 在镇中疯狂寻找铁娃踪迹 铁娃在父亲好友 其少女凤姐带领下四处逃窜 最后将家传秘籍 暂时放在凤姐家中 逃往镇外山中 去投靠父亲好友老金 铁娃来到山里 发现洞穴内众人都在练武 沙包草人有着各种器材 老金得知平博横死 心有叹息 无可奈何 铁娃也要跟着老金习武 希望以后亲手报仇 在老金的指导下 铁娃与少女阿蝶一同练武 时间转眼流逝 一眼数年过去 铁娃和阿蝶都成人 两人在不断的比武中 武艺小城 更如青梅竹马般暗生情愫 但阿蝶还是忘不了 当年救自己的凤姐 想要下山一趟 看望凤姐的同时 找机会抱得血仇 来到曾经父亲武馆 借景生情 回忆起父亲惨死 久久不能忘怀 后来到凤姐家中 凤姐早已和熊哥成亲 熊哥见儿时玩伴阿铁下山 欣喜若狂和阿铁来到家中 阿铁在凤姐及熊哥陪同下 一顿好吃好喝 同熊哥畅谈到深夜 隔日 阿铁向凤姐索要家传秘籍 凤姐却说心中还有阿铁 当时被武士大纲逼迫 每回都是熊哥帮忙 后见熊哥一片真心 才嫁给熊哥 阿铁却心有欣慰 称熊哥一定会给他幸福 这时大量武士出现包围阿铁 原来阿铁来镇中时 早已被武士大纲盯上 众人手拿武士刀 与阿铁厮杀 阿铁上山学艺十几年 早已今非戏比 伸手伶俐 轻松将武士打退 中武士败退 大纲从武士处得知情况 十几个武士竟打不过阿铁 大骂武士废物的同时 新出诡计 命手下散布谣言 称阿铁跟熊哥老婆友谊 谣言铺天盖地 正所谓人言可畏 一传十 十传百 事情的真伪已经显得不重要了 熊哥在茶馆听闻 内心还是坚信阿铁为人 但无奈周围人 看熊哥的眼神都变了 熊哥忍生吞气回到家中 却看到阿铁与老婆谈话 怒气宫心 失去理智 与阿铁发生冲突 如果不是凤姐阻拦 两人估计要大打出手 大纲虽成功离间两人 但并未引起两人拼命 后又下了封战书 比武射类 想在擂台上当众击杀阿铁 用阿铁立威 让镇民不敢反抗 战书被人送到武馆 却被熊哥接到 前段日子误会阿铁 熊哥深感愧疚 自愿代替阿铁上类比武 虽熊哥身有武艺 也是一把好手 但大纲身为武士头领 在日本苦心修炼 一身武艺不容小事 大纲招事迅猛 下手毒辣 熊哥不敌被打成残废 重伤垂死 无药可救 大纲虽用熊哥立威 却并不甘心 一心想杀死阿铁 后让手下武士寻找阿铁 阿铁被武士包围 以一敌众 独身和庶民武士厮杀 武士一个接一个冲上 都被阿铁数招击退 这时大纲出现和阿铁单对单 两人捉对厮杀 一时不分高下 但大纲可是带小弟来的 阿铁被几人抓住 大纲趁机痛击阿铁腹部 同时将阿铁带回府中 用大型逼供阿铁 说出老金一行位置 阿铁誓死不从 大纲将凤姐抓来 用凤姐威胁阿铁 同时拿出火炉 把阿铁右手按到火炉中 并将右臂折断抽掉手巾 阿铁痛不欲生 被关在监牢中 大纲用阿铁逼迫凤姐现身 凤姐让大纲放了阿铁 大纲虽表面上放走阿铁 但暗地里派人紧随其后 凤姐见阿铁安然离开 用屋中武士刀自吻 阿铁重伤回到洞穴 听闻凤姐自杀痛不欲生 拖着残驱要去找大纲拼命 却被老金拦下 老金让阿铁好好养伤 勤练祖传武学 才可以打败大纲 阿铁伤势好转 右手背费 导致阿铁只能苦练左臂 身负血海深仇 有着无数动力 左臂如大风车瓣旋转 飞身冲向木桩 一拳便将木桩打穿 洞穴中也是 轻松将数个瓦片击碎 拳头如钢铁般坚硬 阿铁苦心修炼武学 拳法腿弓一日千里 一腿竟将大树给踢断 看着倒下的大树 阿铁自知武功大成 觉得报仇实际一到 数个武士来到山上 正好被阿铁遇到 阿铁苦练武学 早已是绝顶高手 用修炼的铁拳 和数个武士对敌 拳法刚猛无比 出手非伤极残 打得武士慌忙逃窜 后跟老金等人 一同前去小镇 几人到了城镇 二话不说 直接与日本武士厮杀 每人心中都有一股恶气 老金带人在外面拦住武士 阿铁一介女流之辈 可却有一身好功夫 与数个日本武士厮杀 阿铁独自找到大纲 要亲自与大纲算账 阿铁用修炼的铁拳 和大纲扭打一团 阿铁虽是独臂 但所用霹雳拳 刚猛无比 在墙上留下数个拳印 后独臂如风火轮般旋转 一拳就将大纲打飞 大纲眼见不敌 自称应该在擂台上比武 才算公平 与阿铁约定 明日擂台一决生死 阿铁身负血海深仇 但还是答应下来 这可给了大纲喘息时间 大纲心出轨迹 令手下晚上偷袭阿铁 让阿铁明日无法比武 晚上手下用武士刀 将阿铁腿给划破 后便连忙逃窜 明日要和大纲比武 但却遭到暗算 导致腿部受伤 阿铁心有怒气 还是坚持比武 隔日阿铁轻身飞上擂台 扣称大纲卑鄙小人 玩不入流手段 后与大纲对敌 两人捉对刺杀 你来我往难分难解 阿铁虽腿部受伤 但之前在山中苦修 自身武艺一日千里 大纲早已不是阿铁对手 被打得节节败退 最后阿铁找准时机 竟将大纲手给扭断 围观武士剑状纷纷放出 邪中暗器 冲上擂台围攻阿铁 阿铁独身和四人对敌 身上脸上更是被暗器 划了数个伤口 阿铁以伤患伤 虽不停被武士划伤 但自己铁拳也是重拳出击 拼死将数个武士击杀 擂台下一片呼喊 这时大纲偷偷起身 用所剩毒臂狠狠殴打阿铁 阿铁不停招架 最后飞身跃起 用踢到大叔的腿弓 一脚将大纲胸膛踢穿 大纲倒地痛苦死去 阿铁终于爆了血仇 霹雳泉是由张一虎导演 十四川等人出演的 动作冒险电影 讲述日本浪人维祸中原 极弦武馆主人平伯 挺身而出 却遭到暗算 更是死于非命 其子铁娃入山投靠友人 苦练自身武艺 数年后 铁娃下山拿回祖传霹雳泉谱 大雄替铁娃与骨钢决战不敌 铁娃更是被骨钢暗算 被废一臂身负重伤 凤妞畏惧骨钢引辱 以自杀宝清白 铁娃修炼武艺大成 下山为凤姐报仇 足来霹雳泉的威力 致骨钢于死地 那么你对这部电影怎么看呢 欢迎打在评论区 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想了解更多 记得关注加一哟 梦德四舅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